你不要說每年的這個時候 其實就是偶爾私底下 想起來的時候其實還是 就是還是會有點蠻不捨的 但是當我現在周圍看到很多朋友的家人 他們現在就是父親或怎麼樣 都是會有一些病痛症狀發生 其實說真的我自己心裡還覺得說 我爸媽早一點其實也好 你看我現在開始講就已經又不行了 就是他們早點走也好 就是怎麼說呢 就是他們早點脫離這個所謂的那個病痛啊什麼的 那我就會覺得說其實我自己蠻幸運的 然後其實我還有一個很大的願望 也是沒有實現 就是說我從來沒有跟我的媽媽出遊過 真的沒有一次都沒有 就是我希望的是說我有賺錢了 媽我帶你去哪裡玩去 然後是我帶你去哪裡這樣 對這個願望就從來都沒有 那一次其實也是一個蠻偶然的機會 然後你看我是一個不太愛運動的人 然後民視那時候有個舞力全開 公司就說你上去跳一下 我說我不會跳 他說不會啦有老師教你啊或怎麼樣 然後我就真的就上去跳了 就沒想到完了一次以後我就 我就上癮了你知道嗎 然後那一次是怎麼樣 那一次是也是鼓起勇氣 就參加了你看我這麼不會跳的人 四肢這麼樣的不協調 然後偷手偷腳什麼的 然後我居然去參加了季賽 然後我印象好深刻 那一支舞是我的第二 季賽第二次還是第三次忘了 然後我跳的是倫巴 然後老師就找了那個荒山亮老師的歌曲 然後他們希望可以有個故事戲 然後我就跟老師在那邊聊天聊聊聊聊 他就說因為我把這個故事講出來了以後 就是所謂親情的這個部分 然後老師就說那太好了 我們就用什麼樣的情境去跳這個舞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說 好 其實我想跟我爸媽說話 然後就寫了一封信給他 就是我參加《舞力全開》 然後你們也沒看過我跳舞 然後我想這支舞獻給你 然後我想跳給你們看 對 大概就是這樣 我倒希望給他一個擁畫 對 應該是這樣 最後離開的時候你有給他一個擁抱嗎 沒有 沒有 因為 我們家是很傳統的台灣人 就是不會像人家講說什麼 我愛你啊 幹嘛的 然後甚至連擁抱 根本也沒有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一切不用多說什麼 我覺得給一個擁抱都勝過很多 對 媽 你在上面好嗎 然後我們大家都很好 然後現在我也有自己買房子了 然後工作也都很穩定 然後生活一切都很OK 所以我希望你在你的那個環境 也可以無憂慮無慮無慮無病無痛 然後去做你想做的事 去過你想過的生活 然後你都不用擔心我們 我們一切都很好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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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放心就對了 然後 還有你 你最擔心的弟弟 他 現在成家 然後 一切也都很OK 他也 不像以前那個樣子 所以 你都不用擔心囉 我們都會好好的 像我曾經也是卡奴 那很多人問我說 哇 你因為沒說都沒有人知道 而且我是六張卡的卡奴 對 而且那個卡是已經就是 都是爆的了 對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剛好那段時間 其實我也有在拍啊 有在拍戲 有在進帳啊 那怎麼我還會是卡奴 其實在這邊就是要講一下就是 可能吧 就是 嗯 自己從來沒有靠自己的能力 賺過錢以後 很多東西 就是當自己身上有點錢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就是很喜歡的東西 就很想買 就是一直不斷的 應該是怎麼說呢 因為那個時候的環境 真的其實也不優 我們也沒有什麼服裝師 可以幫我們準備一些東西 或怎麼樣 所以這些東西呢 就必須要靠自己不斷的 去添加它 所以變成就是 我只要看到喜歡的 我就會把它買下來 不管是衣服或是什麼的 那久而久之 就在也沒有任何 計畫性的花費之下吧 那時候真的沒有想太多 所以就 反正卡先刷了再說 而且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怎麼樣 就剛好就是 就是一檔接一檔 一檔接一檔 一檔接一檔的時候 突然有一檔戲 就是大概有八個月 本來預計拍了三到五個月 它就要上檔了 其實應該是說 我那時候 對金錢的感覺是說 反正下一檔戲就要來了 的那種狀況 所以可能就是 就是用多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 你知道嗎 所以就這樣 哇那八個月 就是讓我真的是度日如年啊 就是變成一直需要 就是有購買慾望的時候 我就我就刷了 先刷了再說 先刷了再說 然後就不知道說 越來越來越多的那個累計 累計越來越多 多到 多到後來我就只能覺得 好不管 那我就先 先用最低金額 先把它 先把它付了 付了付了付了 但是付了很久以後 總覺得為什麼那個 總數一直都是沒有變的 那我根本沒有想到說 哇這張卡的利息 其實那個時候是 十九二十趴 然後 然後要不然就是 就是 反正就是都是十幾趴 每一張都是十幾趴 所以你看 我用最低的那個 櫻角金額出去 其實 我付出去的利息 是多過本金 所以根本本金完全 一動也不動的感覺 你知道嗎 所以難怪我那個總金額 會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然後都一直沒有動 後來這件事情 讓我姐姐知道了 她把我臭罵一頓 然後甚至她 她打到某一家銀行 去告訴她 她是我姐姐 她現在要拿錢出來幫我還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 已經到了協商了 她就說 那 大概 總透透多少錢 那每個月 我請 我請欣欣就是 那個 每個月還多少這樣 對不起 就還多少 然後她 跟我協商完了以後 她就說 你現在把卡 給我減掉 她要我不准 她要我不准再刷 OK 減掉 然後我記得好清楚 她說 你每個月就固定還一萬五 一萬五 對 反正卡減到也不能再刷 然後後來才因為這樣 慢慢慢慢慢慢的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卡 怎麼辦 其實那時候開始 我自己意識到了 一個問題就是 嗯 不行 我覺得我想重新來過 現在我已經知道 現在是這個狀況 我想重新來過 所以我必須要讓我的 每一張卡都變成零 那怎麼辦 我剛剛講的那個六張卡的那個時候 其實那個時期 剛好就是我們剛剛私底下在談 那時候是George & Mary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有遇界獻金 其實那時候有動到這個腦子 但還好因為我的資格不符合 所以幸好我就覺得 後來我自己再想想 我就哇 我彌陀佛真的是還好資格不符 那到了我想回歸到零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又有一個還款的方式 叫做OK BAM 對 那後來呢 因為我現在知道了 所以我現在把所有他的條例看清楚了 那因為後來最後只剩下大概 大概四五十萬吧 對大概四五十萬吧 所以我就最後這一招就是我去OK BAM 就是去借了一筆 但是我記得他那個時候的利息是 好像是二點多還是多少 我忘了 但是那個利息是符合的 但是他就是要綁時間 譬如說你是二四個月還是三十六個月 或四十八個月 那我那時候好像是選擇了三十六個月吧 對 然後把這款借出來以後 我把所有的帳清了 然後拆清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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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